靠近正央的花蓮縣玉里鎮 陸續傳出災情 不但超商受害 在附近有一處米場 屋體 鐵皮都被震到變形了 連倉庫裡頭的米 更直接爆出場門 貨架上的商品 一瞬間全都掉落在地面 這裡是花蓮玉里鎮上的五金賣場 凌晨地牛翻身 劇烈搖晃把商品全都震到地上 一夜之間整個五金行全變了個樣 透過那麼大的地震 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還有玉里的這間餐廳也遭殃 餐盤馬克杯全都變成玻璃碎片 剛才睡覺睡到一半 然後就被邀請了 然後我想說應該每次就又來第二波 另外這間煙酒行更慘 貨架上的酒瓶全都掉在地板上 清理起來又是一件難事 煙酒行倉庫內一箱箱的貨品 也被震得東倒西歪 整個倉庫乱七八糟 玉里鎮災情不止這樣 這間存放一千多噸 稻谷的粘米場 地震發生時附近居民聽到巨響 業者接獲通知才知道大事不妙了 原來是工廠內除米桶傾斜倒塌 大量的米都倒了出來 鐵捲門又變形 擋也擋不住 一堆米全灑落在外頭 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震 我說太大了 太大了 搖的時間長嗎 搖的時間也蠻長的 這輩子還沒有碰過這麼大的 看到年米場的慘況 老闆語氣相當無奈 至於財務損失還要再估算 目前花洞雖然有零星災情 但是幸好沒有傳出人員傷亡 只不過一晚好幾起地震 也把不少人給嚇壞 志誠敬業花聯報道